大家好 我是陈峰欣 非常高兴在周末的时候 能够跟大家借由这个平台 好好的聊一聊 过去这一段期间发生了几件事情 然后不同的观点 那么我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谈的是 两岸企业家峰会 然后最特别的一件事情 是由郭台铭出任副理事长这件事情 我先来讲一下它的重要性 其实原本两岸企业家峰会 它并不算是一个两岸之间非常知名 或者重要的这样子的一个单位 那么创办人是肖万长 肖万长在2013年的时候 然后主导 然后接着创办了这样子的一个企业家峰会 你回头去想 2013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刻 因为肖万长在2008年跟马英九 那么一起搭档 然后当选了总统副总统之后 2012年他卸任了 他并没有竞选连任 所以2012年他卸下了副总统的 这样的一个职务之后 那么接下来他其实就变成了一个民间人士 当然他是重量级的民间人士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相信他在他担任副总统的那四年 以及更早之前他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 他就对于两岸以及区域的经贸关心 他是最关切的 他是学外交出身的 但是他从开始担任政府官员以来 一直处理的都是国际贸易的相关事物 然后对美的这一个经贸谈判 还有他代表了当时的李登辉前总统 担任APET的特使 他出席了好几次的这种APET特使 然后认识了很多区域内的领袖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菲律宾的前总统 罗穆斯就是他非常要好的朋友 那么因为他在国际舞台上面的活跃 所以使得他在如何的去促进台湾 在国际经贸上面的发展 或者两岸经贸上面的发展 一直有他非常重要的一些看法 那他在2013年 那么离开了政治公职之后 他就开始进入了两岸之间的一些 桥梁的一些搭建的一些角色 所以他在2013年成立了 这个两岸企业家峰会 坦白说一开始的时候 那是一个很边缘的组织 因为那个时候是马英九在担任总统 两岸之间的关系 正在很快的从民间 转向于官方的正式之间的交流 那最高峰当然就是马英九 跟习近平之间的会面 所有的民间组织相行之下不重要了 因为政府单位 早就已经接手了两岸之间的 所有的协调平台 那这时候呢 所有的台商也好 两岸之间的经贸往来 其实在政府的平台上面 就可以处理了 那这个时候看起来 这个两岸企业家峰会 他比较像是 萧岸长在离开了政府公职之后 然后呢 那么重新建立一些 彼此之间的联谊的 这种一个样子的一个平台 但是这个时刻 他突然之间就要身为两岸之间 可能能够最高峰的一个接触平台了 我们就回头来看 那么因为这个萧岸长呢 他2013年创任之后呢 连任了两任的这个理事长之后呢 他任期到了 所以他就自然而然的卸任 卸任之后呢 他交给了前行政院院长刘兆玄 刘兆玄是萧岸长 在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的副院长 两个人彼此关系良好 那刘兆玄呢 他又跟马英九的私交极好 所以呢 刘兆玄在马英九跟萧岸长之前呢 都是深受信任的人 那刘兆玄来接任这个位置 大家觉得顺理成章 但比较特别的是 礼拜四呢 在会长的交接的这个仪式当中呢 刘兆玄就突然的宣布 要由郭台铭来接任 副理事长 那么这个消息 事前其实所有的理事都不知道 那么突然之间宣布了之后 大家突然之间很错愕的情况之下呢 立刻鼓掌 表达了这个欢迎的这样子一个态度 这件事情 它的有趣的地方就在这边 因为两岸之间 其实从蔡英文的任期开始 所有的官方接触管道 一个一个一个的关上门 那么半官方的准官方的这些管道 包括像海机会海协会 也把门通通都关上了 然后在接下来呢 所有的民间团体的接触 其实包括了学界 还有企业界的门 也一个一个一个关上了 现在两岸之间 几乎没有任何平台可言 唯一还能够建立 彼此之间沟通管道的 只剩下这个企业界峰会 因为他这两岸其实都有对口单位 台湾现在的理事长是刘兆玄 那中国大陆呢 现在的理事长是前北京市委书记 郭金龙 其实他在大陆的官方的 这一个等级当中呢 其实有一定的分量 而在经贸领域当中 也有一定的分量 所以呢 就接触的角度来看的话 当你所有其他的管道 全部都断绝的时候 他是唯一相对层级是比较高的一个 接触的一个单位 那么这是第一个 因为他现在变突然之间 要升为两岸之间交流 最重要的一个单位的时候呢 他的人事安排 当然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第二个部分呢 是郭台铭的角色 郭台铭当然是 在整个中国大陆发展的过程当中呢 非常成功的企业家 不管从台湾的角度看 从大陆的角度来看 或者从国际上的角度来看 他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 那么在这一段期间呢 我想大家对郭台铭来讲 印象最深刻的 那就是呢 他不但自掏腰包 而且呢 非常积极的 然后不管是打通了政府的关节 或者是打通了两岸之间的关节 甚至于到德国去催货呢 终于迎来了BNT 辉瑞 富弊泰 三个名称 不管你怎么叫他 他就是同一支 国际上面非常知名的疫苗 那么这个对于又出现了 Delta的新冠疫情的台湾来说 来的真的是及时雨 其实郭台铭啊 他在引进疫苗的过程当中 我们稍微的回溯一下 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 他这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挑战跟困难 他从五月中旬的时候 表态说他要愿意买BNT疫苗 而且捐赠给台湾 从他开始做这件事情 其实层层的阻碍 微服部呢 一下说你要给这个八大条件啦 一下子说呢 这个里面呢 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些关卡 你必须要去处理啦 你要对方的授权啦 如何如何的用各式各样的阻碍 来阻然郭台铭做这件事情 到最后呢 其实郭台铭是夹着民意 施压的情况之下 面见蔡英文 然后让蔡英文首肯授权 郭台铭还有台积电去买疫苗 当时其实呢 蔡英文政府想要拉台积电 来稀释郭台铭的影响力 是不言可遇的 但是郭台铭无所谓 他反正只要能够完成这件事情呢 就一直努力的去做 这里面呢 就算是蔡英文首肯了 那你都看到说 卫服部呢 还在不断的挑剔 使得他们呢 在签约这件事情上面的 最后一刻都有可能会签不成 但是郭台铭终究发挥了 他在商业界里头 非常重要的谈判能力 他搞定了北京 他搞定了中国大陆 所以在这一次 你会发现到 郭台铭在买疫苗的过程当中 他展现了三个能力 第一个 搞定台湾政治的能力 第二 搞定两岸的政治的能力 第三 在国际上面 企业谈判的能力 因为这三个能力 同时要具备 其实BNT疫苗 才能够提前 在九月初就能够来到台湾 有非常多的政治手腕 在其中 如何去运用舆论 如何又适当地去运用台积电 甚至于要凭着个人的人脉 偶尔其实要运用一下 他的表姐 也就是张忠谋的夫人 那么这样子的一些 这些细腻的操作 我觉得这件事情 看在很多企业家的眼里 包括看在希望两岸之间 还能够和平发展的 政治人物的眼里 他展现的这三个能力 恐怕对于两岸的发展 都极为重要 我觉得这就是他为什么 会突如其来的 然后成为两岸企业家峰会当中的 副理事长 在这一个组织 变成极为重要的时候 这个人是安排 就变得特别的醒目 接着我就要来讲的是 第三个层面 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 两岸之间的经贸 其实对台湾的经济影响 是极为重大的 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两岸现在的紧张情势 似乎那个冲突一触即发 包括了台湾 2300万人都会受到影响 而台湾其实是两岸关系紧张的时候 最难熬的夹心饼干 现在我当然听到了有很多的台湾 他们一方面 大陆的整个的市场 以及工厂 对他们来说都极为重要 但是他们所面临到的困境是 现在他们在大陆发展的过程当中 因为大陆现在刚好是一个整改的 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机 它有很多的政策正在改变当中 那那个政策改变 它有属于危机的部分 它更有转机的部分 怎么样去避险 然后转进新的机会 新的风口 对台湾的企业家来讲 当然是极为重要的 但他们苦无管道 去理解了解所有的政策风向 乃至于去沟通 了解自己的机会在哪里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 在2013年 中国大陆开始启动了 一带一路的这一些相关的政策之后 其实包括了国台班 还有包括大陆内部的这些经贸人士 是很积极的协助台商 如何的参与一带一路的机会 但最近 其实我碰到几位企业家的朋友 他们现在面临到的困境是 过去跟他们熟悉的 不管是国台办的人士也好 或者是地方政府的人士也好 乃至于呢 在这个中国大陆 中央的一些相关的经贸人员也好 过去跟他们来讲 关系都非常的好 彼此之间都非常理解 双方情境沟通状况极为良好 但最近这几年呢 他们面对的是 很多他们过去熟悉的官员 对他们来讲 近乎视而不见 这当然跟两岸关系的紧张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所以呢台商其实现在 所面临到的困境 不是说要去走什么后门 要去走什么特权 而是对于如何去适应一个新环境 已经出现了一个沟通障碍的一个问题 这当然对于台商而言呢 影响极为重大 所以如何的去参与一个可沟通的平台 变成现在的台商的最重要的课题 那这就回到了两岸企业家峰会的角色 当然我们不敢讲说说 这个企业家峰会就是 一定可以扮演好 这一个沟通桥梁的这个角色 但是从目前看起来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 肖万长的人脉的一个聚会 而变成有一个实质可沟通性的 一个可能性 那这里面郭台铭扮演的角色 当然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两岸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张 这一点呢 其实是台湾所不愿意乐见的 那么怎么样去化解歧见 然后建立一个可管控的 然后更进一步的 可以交流的可能性 现在我们并不是从零开始 我们是从负数要开始 所以就使得这个企业家峰会 所扮演的角色变得更加吃重 那么这个企业家峰会 它是两岸要共同成立的 台湾有台湾的代表 北京大陆有大陆的代表 所以我相信郭台铭这个人选 那么中国大陆呢 事先应该是知道的 那么如果郭台铭 他展现了我刚刚讲的那三个能力 搞定台湾政治的能力 搞定两岸政治的能力 以及搞定国际谈判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能不能成为台商呢 去建立一个新沟通平台的一个可能性 就非常值得观察了 国际局势呢 还在改变当中 中美之间的基本架构呢 都已经出现了重大改变 我觉得对于台湾此时此刻 如果无法去认知国际局势的重要风向的改变的话 那台湾其实可能会丧失很重要的机会 这一点是我在看两岸企业家峰会人事安排的时候呢 特别有的一个想法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非常高兴在中午的时候 可以跟大家聊一聊这一些话题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